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岛上的沙土细软 含有稀有矿物质 有众多的含鸟栖息于此 这里环境清幽 处于海上犹如仙境一般 罗斗沙岛形成于康熙年间距今为止 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近年来罗斗沙岛有点奇怪 经勘测该小岛毕竟在缓慢的移动 而且还是向着远离海岸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每年都在准备逃离中国 哈岛的面积极具缩小 这是什么情况 经勘测专家称 是由于小岛上的沙土细软 加上海水海浪力量强大 倒沙可随风移动 这才导致了小岛不断的被脱离出海岸线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加上这里出现过不法分子倒沙的情况 据当地村民说 这里天气好的时候 明天都有十几艘的踩沙船在海岛抽沙 这种行为造成了岛屿的沙土流失 进而使岛屿的面积逐渐变效 由于对小岛造成了危害 现在这样的行为已经被制止了 好了 本期视频